媳妇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确定 过几天 吧 别啊 媳妇 我错了 真的 我真的知道自己错哪了 我冲着闺蜜挑了挑眉毛 闺蜜冲我竖了个大拇指 婆婆每到周末或者假期 就把双胞胎孙子送到我们家 我跟闺蜜才刚出去玩了两天 就频繁地接到丈夫打来的认错电话 我跟丈夫是初中同学 高一的时候又分到了一个班里 她是体育生 长得高高帅帅的 而且不像其他的男生一样 浑身都是汗味 每次遇到她 总能闻到她身上好闻得干净清爽的香味 在对异性充满好奇的年纪 我们早恋了 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 她从城东跑到城西我们家门口 等着我一起上学 晚自习的时候 会把我送到家再返回去 每天我的桌子里总会被塞满各种零食水果 很快我们早恋的事情被班主任发现 班主任通知了家长 但是因为当时丈夫家里开着工厂 她的父母并没有到校跟班主任面谈 我的父母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非常生气 他是学体育的 人家有一技之长 而且还拿过很多大奖 无论文化课成绩如何 总会有大学可以读 你呢 你有什么 爸 妈 我分得轻轻重 不会影响成绩的 我扭着衣角 低头小声地说道 你以为大学是那么好考的 你说成绩不受影响就不受影响了 妈妈越说越生气 我能理解妈妈 但是却并不能认同妈妈的说法 我觉得我还是我 需要学习的还是那些科目 而且听高年级的学姐说 到了高三以后 主要是以复习为主 这有什么难的 再说了 考大学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看着妈妈生气的样子 我心中想法再多 都没有说出来 妈妈看我低着头不说话 男男 妈妈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但是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还不都是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两个眼睛 还能跟马王爷一样 有三只眼睛吗 行了 你别在这里不当回事 你只要记住了 女孩子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记得保护自己 而且要自爱 才会被别人爱 妈 你休不休啊 什么爱不爱的 妈妈白了我一眼 反正你给我记住了 这次月考成绩不能下滑 而且晚上晚自习下课后 必须立马回家 妈妈没有上纲上线的 比我们两个分手 我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后悔 虽然我们没有分手 但是我的成绩也没有下滑 后来老师跟家长也就不再关注这件事 长大后 在我跟丈夫结婚前 问我妈 妈 为什么你们没有跟别的同学家长一样 非得逼着我们分手呢 我们一位小孩子旺性大 而且你们当时处于叛逆期 我们怕越反对的厉害 你们越要跟我们反着来 没想到 这一放纵 就这么些年 我跟丈夫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 我选的学校没有特别好的体育专业 而有丈夫想学的专业的大学 却没有好的我想要学的专业 我们商量了一番 决定各自报适合自己的那个大学 毕竟两所学校都在同一个城市 我们志愿填报完毕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觉得我妈暗自高兴了好几天 大学生活虽然课程安排相对自由 但是我们感觉似乎跟上高中的时候 没有多大差别 每到周末 我们就早早地起床 非常珍惜这点难得的约会时间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浪 难免会有争执 会有矛盾 但是有时候丈夫会主动承认错误 有时候却会不管不问 放任我自己调节 他知道 只要撑到周末 我肯定会跟他和好 当我们吵架的时候 身边人总会劝我 喃喃 你能不能睁眼看看咱们周边 有多少长得好看同学 而且还是同一个专业 以后也有共同语言 你看你现在 连生个气都没有人哄 要我说 你就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更何况咱们还小 你何必急着把自己嫁出去 家人同学朋友的劝告 都被我当成了耳旁风 无论没见面的时候有多生气 但是只要见到了 就感觉瞬间消气 大学毕业后 我选择毕业就结婚 看得家人朋友一阵心痛 你说你这么好的成绩 这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干嘛 妈妈也劝我 男男 你年龄还小 刚毕业就应该先发展自己的事业 女孩子只有经济独立 才能在婆家有话语权 哎呀 妈 我是结婚的又不是谈判 我要什么话语权 妈妈看着我的样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用力地点着我的额头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拎不清的 妈妈虽然是恨铁不成钢 还是很用心地帮我办了婚事 只是每次见面都会提醒我 不要着急要小孩 晚几年 正好可以赶上她退休 她可以帮我一把 结婚以后 我才发现这跟我想象中的婚姻生活的差距有多大 在结婚前 我们两个人有情银水宝 婚后我们俩虽然不缺钱 也都有稳定的工作 但是婚后 我才真正地了解到丈夫一家的生活有多糟糕 丈夫有一个弟弟 我一直以为他正在读高中 没想到结婚后 我才知道 弟弟因为不喜欢学习 而且也不能吃苦 初中毕业以后就去读了中专院校 学习一句职场 就算以后找不到工作 也能安排到自家工厂里面 我觉得这样安排也没有什么不好 毕竟我跟丈夫的专业公共婆婆开的工厂都不对口 况且我们也都有自己喜欢的工作 只是没想到的是 小叔子在学校里面 天天跟着自己的一群朋友上网 喝酒 打架 谈朋友 而公共婆婆忙着赚钱 对她也是疏于管教 每次跟小叔子说的最多的就是 这个要多少 本以为小叔子只是孩子心性 等毕业以后 成熟点了就能好了 没想到更大的惊喜 竟然出现在了小叔子毕业前夕 这一天 婆婆火急火燎地给我们打电话 把我们都喊了回去 我们进门 看着公共婆婆的脸色都很难看 小叔子跟一个长相清秀的小姑娘坐在沙发上 手搭在小姑娘坐着的沙发后背上 我看了丈夫一眼 跟所有人打了个招呼 就找了个沙发坐了过去 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着急把我们喊回来 你说 婆婆生气地指着小叔子 大声冲着她吼道 我明显地看着沙发上的小姑娘被吓得抖了一下 小叔子吊耳朗铛 满不在乎地说 我要结婚 什么 我吃惊地问出了声 嫂子 你这么吃惊干什么 小叔子问道 不是 你们才几岁 够法定结婚年龄了吗 我问道 小米怀孕了 我们要结婚 可以先举办婚礼 够年龄我们再领证 小叔子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胡闹 公公生气地拍着桌子 那你说怎么办 你想要把你孙子打掉吗 小叔子瞧着二郎腿 歪头看着公公问道 你在说什么浑话 你说生孩子就生孩子 你说结婚就结婚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那什么养老婆孩子 公公指着小叔子质问着 我有你们啊 你们也没必要生气 我这都是跟你们学的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看看你说的什么魂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前两年吵架闹离婚 是因为什么事 我看着丈夫 丈夫摇了摇头 公公婆婆没有再出声 后来 没多长时间 小叔子跟女朋友的婚礼时间 就定了下来 怕时间定太晚了 小米肚子显怀 穿婚纱会不好看 婚礼准备得十分仓库 因为小米年龄太小 谈婚事的时候 听说公公婆婆出了三十万的彩礼 尽管准备婚礼的时间一再压缩 但是小米的肚子还是早早地显了怀 在建档产检的时候 才知道怀的是双胞胎 一家人既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小叔子两口子 怀的是双胞胎 担心的是小米年龄小 生产的时候会存在很高的风险 婚礼办完以后 为了方便照顾小米 婆婆让他们小两口跟他们住在了一起 但是小叔子依然跟没事人一样 每天继续玩游戏 喝酒 打牌 每次只要小米多说几句 两人就会不可避免地吵架 公公婆婆管得太急了 也会是一场家庭战争 一次小叔子在客厅边玩游戏边抽烟 小米告诉他 抽二手烟会对孩子有影响 没想到小叔子竟然说 你当初不就是喜欢我这样的吗 怎么弄 觉得跟我举办了婚礼 你就能管得着我了 你算老几 小米气地跑回房间哭 差点流产 在医院 公公打了小叔子 但是依然未见收敛 最过分的是 小米在生孩子的时候 小叔子竟然一步也没踏进进医院 小米怀的时是双胞胎 而且她年龄太小 怕顺产会发生意外 便直接提前挑好了日子 到时候直接剖妇产 手术当天 我们所有人都早早地到医院等着 唯独缺着小叔子 婆婆给她打电话 她含糊不清地说 哎呀 又不是我生孩 你非得让我去干什么 你说让你来干什么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婆婆气得语无伦次 妈 我是你生的 你说我是不是个男人 滚 你个小混蛋 妈 你可不能这么说 哪有自己骂自己的 小叔子笑嘻嘻地回答 在婆婆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 听到话筒里有女人的声音 小混蛋 你在哪里 妈 你烦不烦 我这边忙着呢 挂了啊 小叔子说完先挂断了电话 小米父母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 为了能及时手术 公公婆婆不停地跟小米的父母 道着签 手术签字 实在等不到小叔子 便找小米的爸爸签的 经过漫长的等待 终于手术室的灯灭了 两个护士抱着两个小婴儿出来 恭喜 是一对双胞胎男孩 婆婆跟小米妈妈一人接过了一个孩子 婆婆抱着 高兴地给众人看着 只有小米妈妈 抱着孩子悄悄地抹着眼泪 生完孩子第二天 小叔子满身酒气地出现在了医院 小米对着他破口大骂 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混蛋 对小叔子失望至极的小米 在孩子百日后就提出了离婚 而且主动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 离婚后 小叔子更像是脱缰的野马 只有没钱的时候 能听到他的声音 其他的时候是找不到他人的 更不用说让他带孩子了 照顾两个双胞胎兄弟的重担 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婆婆的肩上 开始在育儿嫂的帮助下 婆婆勉强还能应付地过来 但是婆婆不放心把工厂所有的事情 都交到公共一个人手上 婆婆本身就上了年纪 再加上要忙厂子里的事情 虽然说厂子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也有几十口子的员工要吃饭 没多长的时间 婆婆就累得生了病 怕给孩子过上病气 就把孩子送到了我们家 开始我们觉得这只是个临时的事情 而且有育儿嫂帮忙 就没有当回事情 但是慢慢地 孩子往我家送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几乎每当我跟丈夫修班时 孩子就会准时出现在我们家 一次两次的 我还觉得可以接受 毕竟都是一家人 互相搭把手是应该的 但是次数多了以后 我就觉得吃不消了 休班的时候 我也是想要跟闺蜜出去逛街聊天 放松一下的 可是现在成了工作日在单位上班 周末在家带娃 虽说有育儿嫂帮忙 可是丈夫能出去多清闲 我却只能在家里提前体验一拖二的日子 有次闺蜜给我打电话 你最近忙什么呢 都听不见你的音了 哎呀 别提了 在家带娃呢 带娃 你啥时候生的 这么速度 什么呀 是我小叔子家的双胞胎 每次我修班的时候 孩子就会送到家里来 我虽然没有生娃 可是我也快要产后抑郁了 呀 你这还是中国好伯母来 自己不生娃 给小叔子带娃 爱 不过我说 你这也挺好 不用受罪 直接当妈 你走开 我要跟你绝交 别呀 说正经的 下周去爬山看枫叶吗 不去 带娃 你是不是傻 有育儿嫂 有你老公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再说 只有让你老公体验一下 做奶爸的感觉 他才能说出拒绝替弟弟养娃的话 难道你准备一直替你小叔子养孩子 闺蜜的话说完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是一下 如果实在没办法 也只能任命 养着这两个孩子 总不能真的不管他们 闺蜜让我不要告诉我丈夫 周末的时候 我们直接走 什么都不带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虽然挂念着孩子 周末的时候 我出门以后给丈夫发了一条信息 告诉她我跟闺蜜出去爬山了 今天不要出门 两个侄子的日常用品都在消毒柜里面 给孩子做腐蜜的时候要配合育儿嫂照顾孩子 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我跟闺蜜相识一笑 扬起手机给她看了一下 然后接了起来 媳妇 我错了真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错什么了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媳妇 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两个祖宗太磨人了 有育儿嫂呢 哪能累着你 媳妇 我错了 以前我不是人 我不应该说那样的话 也不应该一个人出去躲清静 嗯 媳妇 你什么时候回来 再说吧 别别别 媳妇 我给妈打电话 让她来把孩子接回去 你赶紧回来吧 可别 孩子是你弟弟的 又不是外人 还要喊你大伯呢 妈工作忙 不容易 咱们就帮她多分担点 不不不 媳妇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以前肯定在说梦话呢 嗯 没事挂了哈 电话挂断以后 我们也没有回去 而是按照我们的计划 在山里多住了一天 才返程往回走的 回去的时候 我们又去逛了特产店 还特意给两个小娃娃买的礼物 等我回去的时候 丈夫正摊在沙发上 家里一片狼狼狸 还没来得及收拾 但是两个小娃娃已经接走了 我故意挨个房间找了一圈 孩子呢 丈夫有气无力地说 妈 刚刚接走了 真的 那我再去追回来去 我给孩子们买的礼物呢 别别 媳妇 我跟妈说好了 以后咱们有时间就去看孩子 她不会再随便就把孩子丢给咱们了 我笑着看着丈夫没有说话 真的 真的 而且我还告诉她 不能放任老二再继续胡闹下去了 孩子们马上就要长大了 她必须要有一个做爸爸的样子 看着我还是不说话 丈夫急急补充道 妈也同意了的 而且妈说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这是妈留给你的 丈夫递给我一张银行卡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 我也没打算知道 我准备晚饭后去婆婆家 把买的礼物拿给她 顺便把卡还给她 虽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但还是该是谁的责任就得谁承担 不能因为一个孩子成了烂泥 就要另一个孩子多承担更多责任 殊不知 有些责任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 你说呢 很好 我还不得找我 但是我也有个年轻人 我还没有